法國總統奧朗德 在洛曼帝教會神父遇害後 會誤宗教領袖 呼籲宗教活動場所加強保安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 由主要政黨提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 塞麥里首都摩加迪沙機場遭到襲擊 造成13人死亡 青年黨表示對事件負責 日本警方逮捕自首的怡空直重聖 他涉嫌日前在神奈村縣 殘障人士中心殺害19人 以色列軍方槍殺一名巴勒斯坦人 聲稱該人涉及最近襲擊拉比的事件 本集中在汛事件 讓我們帶來 解釋了一頓 金手持有約 除了一頓 若無辜冷卻 我們目會